美国摩根大通投资银行的前中国首席执行官方方被调查一事是持续发酵 那么中国大陆媒体报道呢 方方早前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 之后获得保释并被限制出境 方方本人是有意转为污点证人 并已将摩根大通如何招聘中共高官子女一事和盘托出 而方方的背后靠山普遍认为是江泽民派系的二号人物曾庆红 因此大陆传媒对方方的公开报道也被外界视为是曾庆红出事的诱异征兆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5月21号大陆财新网报道 摩根大通投资银行亚洲区副主席及中国香港元首席执行官方方 涉嫌雇佣中共高官子女来获取利益 日前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 之后方方获得保释并被限制出境 面临进一步的调查和司法程序 两位知情人士向中国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 方方已被香港廉政公署控告 她本人有意转为污点证人 并已在调查中将摩根大通如何招聘权贵子女一事和盘托出 目前摩根大通的投行家纷纷寻找律师 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法律诉讼 现年48岁的方方背景相当复杂 她是现任的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和香港华经会主席 而华经会素由中共太子党香港分部支撑 据传方方是中共地下党员香港特首梁振英的主要支持者 消息说方方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派系人马 曾庆红曾长期主管港澳事务 并涉嫌卷入薄熙来周永康案 鉴于方方的特殊背景 因此财新网对摩根案的公开报道 再加上其他大陆媒体的转载 这些动作都被外界看作是曾庆红已经出事的又一作证 在此之前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将驻港澳机构中联办纳入监管范围 再加上曾庆红在香港安插的核心人物 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倒台 和曾庆红儿子曾伟的鲁能案再度被抛出 以及曾庆红妻侄侄女 广州纪委书记王晓玲被实名举报 都让外界怀疑曾庆红已经被调查 美国大纪元新闻网曾独家报道 这些恐怖袭击使江泽民曾庆红派系有意发起 目的是为了制造社会动荡 趁机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赶下台 同时江派还对习近平 王岐山 李源潮等人 进行过多次暗杀行动 5月14号 曾庆红在上海公开露面 但这非但没有洗清他已受到调查和内控的嫌疑 更证实他已经实施 大纪元获知曾庆红现在的处境 类似薄熙来出事后的319政变之后的周永康 处于被内部控管的状态 而江派头目江泽民本人虽然竭力寻找路面机会 来表现自己还有实力 但大陆官方媒体对江泽民路面的冷处理 和现场陪同人员的冷清都凸显江泽民势力已经非常衰弱 张天亮表示 江泽民作为中共前任总书记 他的贪腐卖国还有对法轮功的迫害等罪行 如果一旦被揭开来 对中共的冲击将会非常大 但不管怎样 中国有句古话 善恶有报 江泽民最终难逃法律的审判